在温州下雪了 我好开心啊 早上好大家 我去外边下雪了 温州下雪了 我的天哪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鸟 今天是2024年1月22日 天气雪 我昨天晚上到的泰顺 今天就遇到了下雪 真的是太巧了 所以我决定再待半天 这应该是雨加雪吧 感觉挺大的下的 我是真没想到 在温州还会下雪 我以为最多下个雨 很有趣 你看看这个台风呢 水位线可以长那么高 太可怕了 我们往上走一走 刚才去吃饭 老板说上边的梅花开了 我们去看一看 哇 水好轻啊 水好轻啊 有鱼 看到没 大红鲤鱼吧 完了 这是三岔口 左边吧 嗯 肯定是左边 右边 我像是能走人的 哇 好美啊 三级风现在大概有个 我觉得我才是女神 刚才吃饭的时候 老板说这边好久没有下雨了 彻底都种了一窝菜 不是这边吧 哪有花海啊 该不会就是这个吧 这是梅花吧 好香啊 哦 真的好香啊 梅花的味道好好闻 就是那种轻烈的甜香 我的天 太好闻了 胡椒 原来这里是绕到了那个 廊桥的后边呢 啊 真的好香啊 哦 太香了 这么远还能闻到 就一周二闭馆 Zither Harp 这还有一个雕像 哎呦吓不一跳 可得看路 要不然摔跤可就胳膊长湿了 林正 楚是吗 完了 林正旭 哎呀妈呀真是文盲 林姓 那这边基本上跟福建那边一样啊 姓林的多 水车 这是个什么系统啊 不是我知道那个是水车 但是旁边有洞啊 这些 这肯定是个干什么 有实用功能的系统 看起来还挺古老 又回来走一遍 为啥呢 又碰到那个吃饭的老板了 他跟我说不是那里 是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我判定不能走的那个方向 然后要顺着这个七行道走过去 我现在往过走 不过走那边也不亏了 又看到了另外的一个那个廊桥 这供奉的是啥呀 这条溪好像是叫四溪 我看地图上 没有 看我看那边那个路叫四溪什么什么 所以我估计这条溪就叫四溪 我已经走好远了 哇 好大水呀 我这是走哪儿来了 文昌阁 盆景园 应该指的就是盆景园 现在这个雪 它下的不是那种一片一片的 是那种米粒状的 小米粒 打脸上还有点疼 还有别说这个水是真的很漂亮 是这个吧 这一片 开败了已经 还是这个好香喷喷 往前再走两步 我觉得就没什么可走的了 如果都开着的时候 应该是很好看的 现在肉眼可见 稀稀喇喇喇的几度 败了 2024年 这是2024年的第一站 太顺 希望2024年 一年都太顺 开心 小蕉 进去看看 看看 估计就剩下荒草了 这个季节 如我所料 看你们明年来的话 不是你们春夏秋来的话 就能看到这些花 真的拐上去 上面有个房子 我上去看一眼 这样来都来了 好香啊 我看到了 我天 好香 下面全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个算不算踏雪赏梅呀 就是这个雪还不能踏 到地上就化了 哇天太好看了 天哪真的好香 巨香巨香 我没法形容 愉快 谁能想到在温州 还能看到这样的景色 开着梅花下着雪 好魔幻呀 白美 关键是一个人都没有啊 文昌阁 孙 Mind eigenlijkерг basis 然后我再来 团阁 什么身高 你 好 别人 我 我 这个山里面没有人 刚才在那个亭子里的时候 我就只能听到 速速的雪落下来的声音 还有鸟叫声 还有远处那个村子里 鸡的叫声 别的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们真的汉语形容 这个雪落下来的声音 速速声 就真的很正确 点点红梅 哎呀 这汉语真的是好高级啊 都形容得好正确 就是点点红梅 看 而且此情此景我也就明白了 为什么形容梅花的香味会用凌冽 因为梅花都是冬天开的 刚才没电了 这儿能下去 下来看看 各位朋友这个电池不行啊 一动就关机 天气稍微冷一点 直接就冻的关机了 过来了 好不过来我们 还得到了咖啡厅老板的头位 华福饼和咖啡 大家来这边的时候 可以来坐一坐 咖啡厅叫 没想好 明镜的电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